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的1月28号 也就是大年初期 冷日 那么欢迎回到现实人生 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现实人生呢 直话直爪开门线三 那么今天也是冷日呢 再一次祝大家冷日快乐 那么今年的冷日啊 冷日生日啊 真的是一个 昨天凌晨开始呢 我们就收到一个让我们非常非常震撼的消息呢 就是悟统呢 竟然把这个凯里呢炒掉了 然后呢 悟统的那个 那个元老家族啊 那个翁家族啊 翁氏家族的那个黑山姆定啊 拿来冻结党籍 那六年啊 也等于是毁掉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炒他啊 为什么不能炒呢 因为他是国会议员 你炒掉了之后呢 那一个呢 就可能给丁丁拿去哦 啊 现在他不能够做青蛙吗 没有炒的话呢 那个 黑山姆定呢 不能够做青蛙跳过去国门呢 那他就这样子被冻结在那边呢 被卡在那边呢 啊 啊 所以这个也是很高明的 所以呢你看 在人日是人人生日啊 啊 这两个呢 在人日呢 中到什么 人日呢 拿到这个大红包呢 哇 这几个人也是很帅一下的啊 那么前一期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那个原因 啊 主要几个原因 所以 还是给我猜中了啦 我就讲的是 跟后门政府的关系咯 啊 去支持丁丁咯 啊 丁丁这样好啊 去支持丁丁呢 啊 啊 还是很多人支持丁丁的 啊 那个 丁丁呢 他很简单的 啊 不会装没有钱 拿EPF咯 EPF咯 你们自己拿自己EPF自己花啦 Hello 马来西亚多少人没有EPF啊 啊 打工的人才有EPF啊 没有打工的人有 有EPF啊 那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嘛 对不对 啊 所以现在黑山姆定呢 他中了这个这么大单的那个原因呢 啊 报官了 啊就是那个 悟统最高理事会里面的人那个 那个 那个 讲的 10人班啊 还记得吗 当时呢 哇 你去上目的老几啊 你老 你老大老二老三啊 你老几啊 带着10个国阵的人呢 跑去 签那个SD给丁丁啊 跑去签SD支持丁丁啊 我问你 你是悟统老几 你是国阵老几 你凭什么 干这种事情 你根本就是背叛 根本就是叛徒嘛 这个天地不容啊 啊 不要讲我们华人看见这个叛徒呢 哇我们都这个气窍声言啊 哇我知道马来人对叛徒呢 哇 马来人对这个这种叛徒呢 耶稣啊 啊 他们马来人马来人对付的手法 我说 悟统呢 真的是太软了 软的 最正是给人家欺负啊 啊 所以呢 这是 对付呢 是应该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啊 OK 所以 那个希夏木定呢 我们讲很多次了 他 到底他 悟统的人 还是 他是丁丁的国门的人 还是土团产的人 啊 所以他身份很奇怪的啊 啊 明明是悟统的人啊 整天跑去 整天跑去跟那个国门这么好啊 啊 所以呢 他当时呢 在第一时间呢 就联络了我们的 阿明哥咯 阿芝明咯 阿芝明虽然输了但是他是土团产的那个 老二来的吗 啊 直接联络阿芝明咯然后就带10个人呢 签了名字咯 啊 所以呢 就是从不中开除咯 那么 凯里被开除的原因呢 是之前他 他讲那个 要清洗巫统 啊要把那个巫统里面的人通通清洗掉 所以凯里呢 啊 不会玩政治 这个 这个 这个富富三代啊 他也是不会玩啊 啊 这个 也被 啊 OK 所以 人家就讲嘛 哇其实这条罪呢 非常非常的严重一下的 啊 人家国阵还没有决定好 人家那个阿玛达 那个巫统主席还没有决定好 哇老喂 你老几啊 你老大你老二啊 啊 自己带着那个10个人呢 跑去全家支持丁丁啊 哇老喂 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啊 那个天地不容啊 跟你讲啊 哎我不支持巫统的 啊 但是看见人家一个这样子背叛自己胆的人呢 哇这个道德之善呢 啊我们也是 看得非常非常的 会啊 跟你讲的 会啊跟你讲的 啊这种人啊 啊这种人你还敢要啊 啊 最好去丁丁那边啊丁丁那边专门收这种人吗 专门收这个恶武仔吗 专门收这个赤里扒外吗 他专门收叛徒的吗 啊整个赌团坦都是阿生命这种人啊 啊 是不是 啊 所以 真的所以他当时呢 那个 连那个两个华人也给他 给那个 他自己的巫统拉了八个 那个华人有两个 也顺便给他拉了过去 啊 所以跟你讲呢 回到以前 你们忘记了呢 阿玛扎希呢 当时坏了多大的丁丁呢 去推翻那个丁丁 知道吗 后来 他被上台吗 啊 你们还去 服丁丁做首相啊 你会不会玩政治的哦 你是 欧氏家族的后代来的知道吗 欧氏家族现在的老大 啊 会玩政治还是不会玩政治啊 你都不懂得 那个人家 整个巫统跟丁丁生虫大大恨啊 还爱着那个人的支持丁丁哦 太老了 是不是 啊 他自己讲说 这个也是他自己虽多口自己讲呢 对付我了 啊对付了 现在是对付了 啊 其实 Izmail Sabri呢 其实这个 我们的阿玛扎希呢 他这个人呢 非常非常软 软啪啪的 啊 很糟糕一下的 很差一下的 啊 他你看对这 这些胆里面出现 这么多那个叛徒 恶武仔那个 以前是老马 啊 老马 我不要讲他啊 老马你知道他手段多厉害了 啊 这个 阿玛扎希呢 是再次不会做事情 还好阿玛扎希呢 他后面的人啊 蛮厉害一些 他后面的那个几个 那几个 老的那几个呢 非常非常厉害啊 会教他 啊 在悟统是人多知道吗 啊 人多后面老的几个有在 啊 看见你这个主席 啊 还好他们会教他这样子玩 啊这样子玩就对了 啊 还好他会听那几个老的话 啊 当然他还有一个老板啊 他真的不能够决定他打电话给他给他的 那个A老板 哎呦 A老板啊 我现在这样 这样子这么几手的问题 怎样解决A老板 也会教他吗 A老板都是他的上司吗 是不是 啊 你看这个下一个呢 下一个会被搞顶的一定是那个 Ismaus Happy 啊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人呢 是国门的人吗 就是前手 Ismaus Happy 过不久也是 过不久也是干掉他的 你看 啊 对了你看 我都讲过了 我们呢 装收这些人 装收叛徒嘛 装收这些没有道德的人吗 装收青蛙呢 啊 这个傻黑蛋就来 马里马里啦 啊 啊 啊 马里马里 啊 招手来了喽 啊 就讲那个马赛克兰去召那个凯里啊 成为呢 那个马来西亚 创国以来政坛的最大笑话 知道吗 马赛克兰凭什么去找那个凯里啊 啊 胆主级让给凯里做啊 凯里看都不要看啊 啊 真的是一个笑话 那么去上人在国外呢 啊 明天他的那个损区呢会召开记者会呢 去宣布这个事情 按照反跳槽法呢 他现在呢 他不能够跳槽啊 他还没有被开除啊 只要被开除呢 他会触发那个重新那个选举啊 他没被开除呢 他没有得跳啊 这五年呢 得乖乖待在 那个 周围上面了 没有得好跳 是不是 啊 主要巫统这样子清除呢也是也是很对的 啊 那这个翁氏家族呢 现在呢 他不忠心于那个那个巫统 啊 一个已经坐牢了 啊 一个呢 现在刚刚干掉 啊 冻结六年 还有一个在走后坐着那个那个大臣 啊那个年轻那个可能是不会去动他了 那个毕竟他有现在苏当喜欢他 苏当喜欢他 然后他也年轻 他也没有去餐这些玩 啊 这个就可能会留着他 留着他一个活种了 啊 那么这个翁氏家族呢 因为巫统 巫统是那个 啊 翁氏家族创办了吗 他公共创办了吗 啊 所以他他这一脉的留住他 他这一次干掉 西山木丁呢 基本上呢就是要把那个宠布干掉咯 然后坐牢那个是他表哥来的咯 他表哥也算是他们一派的人吗 所以 所以他现在乖乖在里面坐牢吗 做到不能够出吗 是不是 好 那么其实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 啊 我不是很认同那个巫统 啊 也不是很认同国阵 啊 但是呢 这其实我讲很多次了 那个 国阵呢 好就好在呢 国阵是走在那个中庸嘛 但是国阵呢 这个巫统呢 出了太多那个贪官 这个没办法 他这几个贪官呢 搞到这个 说我老爷 那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是不是 啊 所以 现在的那个情况呢 很多人讲了 很多人讲了 哇 送子弹给丁丁啊 送子弹给国门啊 其实这些是废才的 这些废人来的 啊 他不懂得玩政治的 啊 这个凯里你讲他这么厉害 玩了玩政治 玩几十年了 这样子轻易被人家干掉 那个西山木丁 啊 这个务统创办人的后代 公司家族 现在他 他老大坐牢了 他还是老二嘛 他也这样子轻易被人家干掉 他不懂得玩 啊 所以他也对这个党呢 没有忠诚的心 所以他们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人呢 啊 去到国门呢 就是跟那个丁丁低头咯 跟回教党低头咯 啊 所以你们讲他很好啊 所以当时后门政府的时候呢 啊 那个 那个 伴教党呢 做那些 对其他民族不利的政策呢 他们有讲话吗 啊 凯里有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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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跟PASS讲不可以这样做吗 只有一个马来党呢 讲罢了知道吗 就是那个马萨布的胆呢 每次那个PASS呢 讲 那个马萨布就来讲 啊 那个马萨布的胆就来讲 诚信胆 只有诚信胆呢 会会去 马来政胆的 只有诚信胆呢 会去讲那个PASS 知道吗 其他的呢 统统都是 啊这几个呢 根本就是国门的了吗 根本支持回教杂的吗 根本支持 那个鼎鼎的吗 是不是 啊 好了 啊 那么这个 大概 真相也就是 这样子的咯 所以 接下来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这个现实世界大马的政治呢 越来越精彩 啊 我们 就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现在看到这个叫做 但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下载